我们总说男儿本色,说男人是下半身动物,但其实很多时候,女人也是一样的,并且有的女人花心起来比男人更烂情,只是在大部分时候,男人都是表现得比较明显,而女人都比较会严肃自己。 当然了,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专情对自己一心一意的女人,那这个时候就比如要远离好色之徒了,想知道女人是不是好色之徒,就看以下这三个地方就知道了。 看看你知不知道呢? 这三个时间段女人最好舍,需要男朋友陪在身边,一般男人不知道。 1.生完孩子不久,女人死月怀胎过程比较漫长,为了孩子的健康,夫妻二人都会忍着,加上体内的激素水平调节,两个人都慢慢的适应了。 等到孩子生下来,女人的身体恢复了,性子就来了,会迫不及待的向男人索取,但是这个时期,男人似乎还并没有完全调整到正常状态。 加上孩子出生以后,男人的压力倍增,身心疲惫的情况下,很难满足女人的需要,女人越是主动,男人越是想要逃离。 2.失眠的时候 晚上是一个适合胡思乱想的时候,女人自然也喜欢在这个时候胡思乱想。 一旦她因此失眠,她就会开始想你们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尴尬场景,想你们第一次约会时候的拘束,想你们在一起时候的甜蜜,想你们吵架时候的不开心,她会特别想你,想要你在她身边,不管多晚,她都会想你,给你发信息。 3.受委屈的时候 大多数女生都是家里的小工具,但是外面却总会遇到一些不那么让人愉快的事情。 受了委屈的时候是最需要安慰的了,这个时候就需要男友在她身边抱抱她,给她安慰,让她知道不管什么事,你都会在她身边陪着她,这样也会让她心里好受不少哦。 女人最怕一个人,因为很容易扛不住,内心崩溃,这个时候最希望也最需要一个男人陪在自己身边,很多男人不知道,就错过了追她的最佳时机。